今年夏天的欧洲转会市场是属于尤文图斯的,他们留下了桑德罗与皮亚尼奇,并以1亿欧元的价格签下了世界最佳球员C罗。 此外,埃姆雷詹,坎塞洛的加盟,特斯塔的买断以及波鲁奇的回归,让尤文新赛季的阵容厚度与强度都提升了一个当次。 他已经超过半人,成为了与巴萨黄脑外第三家最有实力夺得欧冠冠军的顶级豪强了。 作为曾经在黄发歌剧欧冠冠军时代,吱炸过欧陆足坛风云的德加霸主,对于游文的满脑子骚操作,半人慕尼黑会这么做事不管吗?答案当然是不,但今年夏天他们在转会市场上,竟然没有投入一分钱进行引人,这是匪夷所思的。 另一只这么做的只有欧冠实力,的球队就只剩热刺了,难道半人也要学热刺一样过佛系生活了吗?显然这是矛盾的。 半人主席鲁梅尼格近日德北图片报接连更新了两条重霸新闻,半人慕尼黑计划在明夏竭尽全力,引进迪巴拉与格里兹曼,两人会借替罗贝里成为半人编露的新天王。 这么看起来半人惊吓的行为,可以被看作是在憋大招了,有人都能花一夜天下坏罗,所以我们不用去惊讶,半人,要把包迪巴拉与格里兹曼有多么不可思议了。 钱当然不是问题,问题是如何弄来这两尊欧洲低星,一个是把国当红的冠军巨星,一个是来根廷的未来投牌,身家当然都是过瘾的。 问题是这两人过去,也都曾遭到过狂马八草的追,球,最终都已失败告终,半人可以一次性撸来两吗? 新赛季在其他球队都烧千岛转会军飞竞赛的时候,半人却一分钱都没有花,球队还刚刚换了主帅,这时候德梅突然爆料半人了明年的演员计划,这一点也不像男大王的形式风格啊,也可以理解为他们是在为18-19三季的欧冠联赛放烟幕弹,不知道半人球迷们是怎么看待的。